原來的昆芋事業廢棄物掩埋廠開發案爭議 當地民眾是組成了自作會 堅決反對 指控全案實際的開發面積 是超過兩公頃 應該要還平 結果被規閉了 所以去年就前往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對縣府來提告 何怡婷認為 全案應該是要加上 掩埋廠的連外道路 還有水泥建物 以及地棒站的土地 而且加總之後 是的確有超過兩公頃 需要還平 判苗栗縣 同意開發的行政處分無效 對此 縣府表示尊重 將停止昆芋的試運轉 二十一號凌晨兩點多 傳出昆芋將運送事業廢棄物 進行試運轉 滿眼埋廠的自救會 相親集結 開發方也派出人員 演變成雙方衝突 多人掛彩流血 眼見僵局難解 上午九點的判決 讓自救會暫時鬆了一口氣 去年自救會不滿苗栗縣環保局讓昆芋持續開發決定提告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二十一號宣判自救會勝訴 何毅庭認為這項開發行為位於山坡地 整體面積因包括本來沒算進去的掩埋場 連外道路及建物跟地棒站所坐落的無比土地 因加總後已超過兩公頃 因環平卻沒做 判苗栗縣府敗訴 因停止這起土地開發案 協助訴訟的律師詹順貴指出 開發單位為規避環平縮小開發面積 將連外道路地棒站切割 但不被法院認同 苗栗縣環保局表示尊重判決會先暫停試運轉計畫 苗栗縣環保局將等收到判決書後 再決定上訴或補辦還評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表示 除了苗栗縣政府 昆虞公司也是當事人之一 可在收到判決書二十天內提起上訴 但截稿前昆虞公司沒有回應 記者綜合報導